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昭谈书 半节目以台广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了播出 我是杨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继续来为大家直播 关于Edward Saeed 他的一个小专辑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知识 在2021年所出版 由Timothy Brennan 用英文写成的Edward Saeed传 这本书 他的主标题叫做 Places of Mine 中文翻译叫做 心灵的七地 刚刚由立续出版公司出版 Edward Saeed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 最有争议 也是最著名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 而这本书号称是他的第一部全面性的传记 写这本书的Timothy Brennan 他和Saeed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 他既是Edward Saeed的学生 也是Edward Saeed在生命后期 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 另外他自己本身是美国的知名学者 文学理论家以及演说家 目前担任Milisota大学的比较文学 以及文化研究系和英语系的教授 在这本书的戏源里 Timothy Brennan他就特别提醒我们 距离Edward Saeed 他在2003年去世 那是20年前了 他告诉我们 Edward Saeed去世了很久之后 他依然以奇特的形式 参与着许多想象性的谈话 对于认识Saeed的人来说 他生前的谈话 就像他的为人一样 让人怀念 这个人有一双锐利的黑眼睛 富于同情心 但同时为人火爆 心胸宽大而机敏 有的时候会让人害怕 但更多时候 其实他很风趣 他去世的那年是2003年 12月 我仍在南印度的马德拉斯大学 Edward Saeed的白血病 几个月前才发作 然后呢 他就死了 纪念他的活动越来越多 我被邀请到远离他家乡 纽约的地方 去谈他的作品 原以为只会在一个小教室里演讲 却不料被带到校长室喝茶 校长旁边坐着一位 美国领事馆的官员 两个人对Saeed的作品 都知识丰富 让人惊讶 然后呢 被带到了一个像是高中体育馆大小的演讲厅 一排排的听众穿着颜色鲜明的校服 演讲厅里弥漫着兴奋的嗡嗡声 现场座无虚席 还有人必须要站在墙边以及窗口 听众当中有学生 有社区成员 也有一些国际访客 他们看似想要抓住任何 曾经和Edward Saeed插身而过的东西 根据埃及小说家阿达夫·苏伊夫 他的回忆 年轻人听完Saeed的演讲之后 喜欢走向Saeed 只是为了要去摸摸他 在马德拉斯大学的演讲 即将开始之前 演讲厅最后两派学生突然站了起来 这是预先安排好的 他们就念诵Friends for Known 他最重要的名著 Wretched of the Earth 大地上的受苦者 其中的一个段落 这个情形像是正在举行正式集会 这个喧闹的插曲和Edward Saeed 多年来获得的回忆参半观感 有一点格格不入 而第三世界革命 跟他好多次变化的立场 以及平分的同情 看似也有点距离 事实上在十年前 他俨然要变成了 引申到了报纸头版里去 也就是他变成了一个象征符号 而不是接地气和相当没有安全感的寻求者 其实他对自己一直是没有安全感的 这样的一种感受 另外一方面对一个曾经成功的将街头吵架 转化为有教养辩论的人来说 演讲厅的插曲却又适得其说 因为Edward Saeed 使得巴勒斯坦人 有了一个探测大度会狂躁的文雅代言人 也因为Edward Saeed 以色列的支持者找到了他们需要的吹牛大王和恐怖分子 这是以色列对于Edward Saeed的指控 也因为Edward Saeed研究东方的学者 在后视镜里看到了一个武装很好的敌人 大学里的非白人移民感谢Edward Saeed为他们的多元文化现身开路 大学里的左翼分子则纳闷抱着他那样观点的人怎么会竟然得到有权有势者的奖赏 换言之 我们轻易就可以把Edward Saeed变成了一系列没有深度或只有细微差异的标语派 不过Edward Saeed他的整体效果总是让人难以忽视 作为一个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 知识分子 活动家 Saeed现在被认为是半世纪以来最有变革性的思想家之一 他是诗人 又是理论家 他是诱惑者 又是策略家 他在学术刊物大众杂志和大量流动的报纸 同样如鱼得水 他的书和文章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 现在仍然在全世界个体被人阅读 被人敬仰 Saeed在多的惊人的领域发挥影响力 他是威玛伊斯管弦乐团的经理 是全国性电视台的常客 是开罗报章的在地报道人 也是一个在国务院争取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谈判者 他甚至偶尔在电影里粉末登场 扮演谁呢 扮演他自己 他的事业简直像一本小说 内容一直延伸到他人生最后十年的致命血液疾病 受到他谈论个人衰退和文明的衰退 受到他谈论个人衰退和文明衰退的作品所称托 Saeed他是1935年出生在耶路撒勒 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 一家人因为1948年英国托管还有随后的军事行动 而失去了他们的家园 Saeed是一个优秀 但是有时候很容易翻新的学生 从小弹的一首好钢琴 成长阶段主要是在开罗度过 1951年16岁的时候 他抵达美国 后来他上了普伦斯顿大学 又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 从1963年 也就是他28岁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老师 在那里度过了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 到1975年 他40岁的时候 他的事业就已经开始成为传奇了 随着他发起了一些改变大学面貌的全新研究领域 基金讲座的邀约和荣誉学位 向他如学骗一般涌过来 他的政治活动不限于政治写作 写作是他的强项 不过Saeed也是一个有原创性的战术家 他主张的政治立场 常常起初不受欢迎 但后来却被草根运动者所接受 他会缔结出人意表的联盟 开创新的机构空间 纠缠外交官和请教国会议员 他既是美国新闻监制的严厉批判者 又是媒体的宠儿 在雷根和布希主政的那段时间当中 他常常在夜间新闻节目 和智库的专家畸变 让大学在很多人眼中 显然是一个更加刺激的地方 在把人文学从大学移到政治地图中心这件事情上 Edo Saeed他比任何人做的都要更多 Saeed不只是连同 Noan Honsky 还有其他少数人 热衷于戳破官方的说法 而且这样做的时候 他是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 充满了不耐烦 时而愤怒 时而浪漫 让浓密和困难的部分同时变得有娱乐性 透过几年前仍然不被容许的立场 他到了舞台的中央 他为其他人退开了门 就像伊朗的学者Dabashi 他所说的 Saeed是我们和疯狂敌人理论的时候的大战士 是让我们在绝望当中保持理智的泉源 当Saeed刚进到大学教书的那个时候 以色列的维护者 可以完全不用理会巴勒斯坦人的诉求 但十年之后 就借着Saeed 他创造了一套新的词汇 以及一份新的英雄名单 他几乎知首 让以色列的犹太人西安主义者的立场 不再神圣不可侵犯 让批判这种立场变得体面 在一些圈子里 甚至变得流行 虽然在大学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但大学生活的成规 并不总是让Saeed感觉到自在 他心仪一种比较早期类型的知识分子 博览群书而对自己不懂的事情 感到高度的兴趣 那样的知识分子 他从来没有太受一些学术的时髦流行 像是Cyberpunk 或者是FX Theory 或者是Post Humanism 这些潮流所吸引 他更多是一个Juagman 专门培养老派普遍和美好的特质 不管Saeed在作品当中谈到多少流亡 他一直都是一个有根的人 他想象当中的根就是巴勒斯坦 他实际上的根是纽约 他总是受到纽约 进不下来骚动不安 经历从沛和引人入胜的韵律所吸引 他住在纽约的时间最长 期间虽然有很多的机会他可以离开 但他从未离开 就此而言 Place and Place of Mine 这当然就指向了这本书的书名的来历 在他在Edward Saeed 这两件事情 Place跟Place of Mine 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Saeed和Noam Homsky 或者是哈纳尔兰 或者是苏珊松塔 同为二战后最知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 他却是这四个人当中 唯一以教导文学为生的 Saeed对此乐在其中 他自己认为文学除了是一种vocation 事业之外 还是它的政治活动的严创 还有大众吸引力之基础 透过引用从乐谱到中世纪 阿拉伯文操本 等不寻常的资料来源 以及像英国的媒体分析家 和巴勒斯坦的社会主义诗人 汲取灵感 Saeed把人文学带到了公共生活的中心 蓄意地用战争和反殖民革命的激情 去将伟大的作品重新活跃起来 布莱恩就说 我自己认为 这就是Saeed的主要贡献 这方面的成就 远大过于他为巴勒斯坦人 所做过的任何事情 毕竟二十世纪没有人 能够比Saeed更有利的论证 除了对盛典 对世俗文本的意义的争夺 同样可以左右权力和土地的命运 在序言当中 Timothy Brennan用这种方式 为我们描述 以及整理了 Edward Saeed 他一生当中 他的生命 跟他思想的主要意义 我们休息会儿 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监 Hello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台北广播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 未来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Edward Saeed的传记 由Timothy Brennan所写的 立续出版公司刚刚出了中文译本 书名叫做《心灵的七弟》 这本书特别标局心灵 因为Edward Saeed他是重要的思考者 也因为这样 这本书跟之前我们为他介绍的 Edward Saeed他自己所写的回忆录 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那就是花了相当大的篇幅 为我们介绍 作为一个思考者 作为一个写作者 Edward Saeed他曾经写过的重要的作品 乃至于也旁极一些 或许即使是读Edward Saeed的书 熟读熟知他的一些 文学跟文化理论的人 恐怕都不知道都没有读过的 其他Edward Saeed所写的作品 例如在书里面提到了 1962年夏天在贝鲁特 那个时候 1935年出生的Edward Saeed 27岁 他正着手在写一本叫做Ellergy的小说 他写出了大约70页的正文 和13页的笔记 关于当时他写作小说的内心状态 有了这样的一段日记记录 3月19日 他说为什么我不能逃离庸懒 我拖了很多天才写这本书的 多么可怕的自我否认 多么可怕的自我否定 3月25日 他又说 今日很少进展或毫无进展 我现在在写作是真诚的吗 我是准备当一个写下自己思想的人吗 我想要有一个机会 把自己留给自己 这种机会以前从不存在 如果能够把自己写成一篇 非常短的短片故事 非常短的短片故事 或一部长篇小说 我将会很开心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取得了突破 他用带一点自嘲的方式 记录这件事 他说我最终构思出一幅三连画 三个故事的三合一 就像很多第一次写小说的人一样 这本小说里 这本小说里包含了 Edward Saeed 很多自己童年的成分 又致力于要把 1940年代的开罗 栩栩如生地召唤回来 故事的人物极其众多 由开罗的各个阶级 国籍宗教的人编织而成 雄心勃勃地涵盖 开罗社会的一个横切面 他的父亲作为原型 被扭曲地写成了故事角色 叫做Harlene Curry 一个在开罗出身的 黎巴南基督徒 一间失败的印刷公司 看肮脏文具店的老板 卷入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 他想要投资在肥料 他把瘫痪的太太 塞在苏普拉的一间破旧公寓里 每一分钟都为自己把大批的人的钱 错误投资而自我辩护 另外有汤马斯小姐 这是美国女子学院的校长 拥有圆鼓鼓的身材 毫无一丝禁欲苦修 毫无一丝禁欲苦修的痕迹 尽管他逼自己像他的阿拉伯人同裁一样早起 并且像Ms.Nasser一样戴着无眶眼镜 而Ms.Nasser是一个严格的规章执行者 让人望而生畏 既是让人望而生畏 既是校监又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 汤马斯小姐来自于美国的Ohio 属于那带给美国道德音色的 安格勒萨克森生命线 是一个工业化了的Jane Austen 在故事里有一个小角色 是圆圆胖胖的Tottino 他是一个坐过牢的同性恋者 他喜欢炫耀父母给他的一件首诗 后来他学了优雅的Antoinette 这个人是Ms.Nasser的学生 还有Ms.Hafush 则是靠教阿拉伯语和音乐 来维持他的演奏会钢琴家事业 来维持他的演奏会钢琴家事业 还有七英尺高 美国人叫做Johnson 瘦爸爸的未婚三穷水晶 在两个完整叙事段落当中的 其中一个情节聚焦在Ms.Nasser 明显的是以Edo Saeed 他的梅利亚阿姨作为这个角色的原型 Sai讲述了他和同事霍布斯小姐的战争 这个霍布斯小姐想要让学生演一出戏 但是Ms.Nasser却认为演戏有损 熟女身份 更违背了她的教育使命 她的教育使命是要培养女孩子 独立坚强的个性 不要让她们有任何人认为女性 应该是sendamental 多愁善感的 Ms.Nasser从来没有把她的反对 完全公开化 就像是假装 这演戏的想法太不可想象 是她心灵所无法吸收的 在20年后去世的时候 Ms.Nasser她受到三代埃及女性的赞扬 热烈推许她是惊动历史的一整张 她的个人习惯 构成她在女子学院的生活方式 就像一张去大戏尺 而脾气无比古怪的网 大青草在她的房间 过度拥挤的树木当中 当她的床仍然挂着一张老式的文章 和垫着至少五张毛毯的时候 她慢慢地在那里喝着 她的土耳其咖啡 Edward Sa'e她的文笔 特别注重场面调度 在她的笔下 埃里亚夫妻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居家环境 被拴了一番 黑人仆人 落地窗 小黄瓜 亚历酒 苏格兰威士忌和烟斗 是他们主要的家居道具 各面墙上挂着 摩罕默德贝的 魅俗油画 画里面的尼罗河景观 盛气凌人的足以掩盖 最后缺乏认识 以及结构的歪斜 在房子里挤满了各种 食客打牌的人和 有钱的朋友 就连苍蝇都静止不动 待在原地 就像一些为长者 站起来之后 重新坐下的 断层学生 欺骗房客的考虑小姐 14个月后 在一阵狂喜当中死去 她死的时候 双手把斑扬的天路历程 这本书紧紧压在她的胸前 另外一段完整的小说 一部分让人觉得 如果撒意有更多时间 有没有其他的事做 他就应该可以把 整本小说写完 这个部分流畅自信 而且相当的完整 情节部分发生在开罗 部分发生在赫利奥波利斯 各个人物以令人目眩的速度 上场下场 有两个角色 一个叫做Miffin 另外一个叫做Amet 那是Edward Saeed 他扭曲的四画像 这个Amet每天上班下班 骂肮脏的警察 用沉闷的聚精会神态度 来钻研Ovid的变形机 用无线电对讲机 对他的司机大声发号施令 而Miffin则是Edward Saeed 自嘲他在标准文具公司工作 那一年的回忆 这一段说 今日一如往昔 在他那间满部灰尘又热的 小办公室里 Miffin很多时候 会把他的椅子 从办公桌往后拉 探身向前 手肘支的膝盖 双手脱塞 像烟叼在嘴唇上 但则沾了墨水斑点的地板看 桌子上的巨大账本 是一个他无法认真对待的同伴 因为那些小小个 因为那些小小个 和未被保护的数字 有一些令人觉得好笑的地方 他们信心满满 挺着大步 迈过了无穷无尽的职业 对Miffin来说 这种数字 只有在整齐的情况底下 才是真的 这种整齐 是他吹毛求疵的成就 至于这些数字 对他的上司而言 代表着什么样的销售利润和损失 他一概绝对茫然无知 他的心在别的事情上 而这件事 都是其他任何人 不会放在心上的 埃哥这部作品 长篇小说 始终没有写完 不过留下来 埃罗萨伊 他曾经写过一篇 精致完整的短篇小说 那是1965年 他写完的小说 把这篇叫做 提供给听见者的方舟 投给了 New Yorker 纽约克杂志 这篇小说 讲述 阿拉奥太太 和两个胖女儿 在被迫离开了巴勒斯坦之后 造访黎巴嫩的一个朋友的 夏天别墅 他们像夜行者那样 在从前的邻居和远亲之间漂流 虽然故事发生在一个地点 他的关怀却在另一个地点 在许多英里以外的巴勒斯坦人家园 犹太人准军事组织 在乡村狠冲直撞 并攻击英国人 对这些事件 故事当中 那个住在迪巴嫩山区的敏感叙事者 他多半不知不觉 他只管自己无聊透顶的固定日常生活 万万没想到 震破冲击而来 这篇小说叫做 An Ark for the Listener 它的标题来自于 Hopkins的一首诗 叫做 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 其中的方舟 Ark 是指保护在 暴风雨当中 落海者的盛船 这首诗的原意 是要调念 五位死在传难当中的 方济各会的修女 在诗中出现了 提供给听见者的方舟 这句的时候 Hopkins 他是要区分 听见上帝召唤 和听不见上帝召唤的人 神恩凌驾所有恶水 赐下一艘 提供给听见者的方舟 而Edward Saï 他笔下的叙事者 在故事的展开过程当中 就经历了这样的转化 不过这篇小说 写完了之后 应该是抱持着高度的期待 投给了New Yorker 但是呢 却被New Yorker退稿了 这件事情 对于依偎在创作者 跟学者之间的Edward Saï 应该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从此之后 他就不再写小说 也不再写任何其他的 虚构性作品了 他专注在他的学者生涯上 他进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在英语系当讲师 他写了很多 他一本一本的写出了 当时影响了文学领域 文化研究 非常重分量的这些著作 如果大家对于Edward Saï 他的成就 有着进一步的好奇跟兴趣 推荐大家来读 Timothy Blinan 他所写的 《心灵的七弟》 Edward Saï 感谢你的收听 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心灵的七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灵的七弟》